第1537集 海域深处 肉身呈现黑白两色的王金阳 忽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微微醋眉 侧耳倾听起来 就在此刻 一道呼唤声传入耳中 王金阳脸色一变 镇天王 什么事能让镇天王如此着急 出事了 人族刚刚大盛 哪怕他在海域深处 也是知道的 皇者现身三界有谁不知道 不管多远都感受到了一些 人族刚胜利 镇天王破了两道门户的存在 想到这儿 王金阳忽然意识到 也许是方平或者张涛这些人出事了 镇天王 我在这儿 王金阳抱贺一声 雀色长弓爆发 一道血剑被他标示而出 打破了虚空如同信号弹 一剑又一剑 此刻镇天王距离他极远 不过很快镇天王感受到了波动 迅速撕裂虚空 朝他这边赶来 神教大陆 昆王微微醋眉 这老鬼忽然这么急切地找人 难道方平他们出事了 不至于吧 前王迟疑道 方平和张涛都是即将破七或者已经破七的实力 也没感受到大战的气息 难道被人暗算了 难说皇者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人族这次首当其冲 也许真的出事了 昆王皱眉 若是如此 那九皇四弟的实力有些可怕 暗中的势力很强 否则 怎么可能暗算到人族的强者 是方平还是张涛 昆王宁眉 若不是他们两人之一 镇天王不会如此着急的 哪怕是李镇 他也不会 方平和张涛太重要了 昆坤 那我们 别管 让人谈听消息 现在难道你想成为人族的出气筒 昆王摇头 这关头别有任何想法 否则很容易招惹大麻烦 说罢 又道 要是真是他们出事了 那小心点 我们也很麻烦 很危险 镇天王寄人坐证人族 居然还让人族强者被人暗算 昆王叹气 要是真如此 那就可怕了 这代表皇者们的势力在复苏 比现在看到的 要更强大 不知昆王这么想 这时候 各方都这么想的 有人担忧 有人叹气 有人喃喃自语 皇者真的不可敌 不可招惹 这次若是人族这边强者出了事 那十有八九是皇者的人下的手 否则各方现在谁敢招惹人族强者 皇者 隐藏得很深 各方都在议论 都在忐忑 三界有些动荡 西皇道场中 天极也听到了声音 嘀咕道 别是我父皇出手就行 他有些担心受到牵连 一旦是自己父皇出手 人族杀不了皇者 还杀不了他 看看 镇天王气急多强大 这老家伙现在毫不遮掩 破了两道门户的存在 强大的可怕 杀他太简单了 天极觉得最好还是没事 有事那最好死了方平 别死武王 方平死了 武王未必会发起大战 武王死了 为了报复 方平那个疯子 可能会再次发起屠皇之战 哪怕没人响应 那家伙也不会善罢甘休 也许会搅合三界 希望都没事 天极感慨 叹息 很快到 再次挪移西皇宫 往神处挪移 这三界快待不下去了 继续跑 往深处跑 越远越好 老子当流浪汉好了 不和你们搅和 天极的心思没人理会 此刻镇天王已经和王金阳会合 一看到王金阳 眼神微变也没多说什么 迅速道 方平出了点问题 本源迷失 可能迷失在了门后世界 需要指引方向离开那边 你的气血之门当年被破 可能有作用 回去 王金阳不多说 很快明白了方平的处境 麻烦了 真要迷失 方平也许会陨落 本源宇宙中 方平依旧在溃散 不过此刻 方平却是没想象中的那么着急 镇定了心神 方平抓着苍猫的颈部肥肉 虽然本源体依旧有弱感 方平笑了笑 大猫 别太着急 你能耳耳本源死不了的 还是有机会可以出去的 骗子 听我说 方平打断了他的话 轻声道 听我说好吗 要记住 别遗漏了任何话 若是有机会出去 一定要告诉老张 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了 地球的道 气血之道 可能都是一场算计 我们的道 也许 不是联想真正的本源大道 而是 刚刚的那个小黑洞 那地方 我看到了 我看到熟人的面孔 也就是说 我们的道 终点不在本源 在这儿 不仅仅是我们 能量之道 精神之道 可能都是一场算计 最少当年门的出现 也许就是一场最大的算计 听懂了吗 我们 这是别人的养料 盛世都是虚假的 我不知道是哪一位皇者布局 还是多位 但是这大道有问题 我不知道这三界 是否有人走了 真正的本源大道 又或者大道 造就成了别人的工具 但是我看到了很多 那条道 是老张的 我看到了他的一些过往 这道是他的道 是他的道的所在的终点 我们被人控制了 也许 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人收割 之前打破了气血之门 也许造成了一些混乱 一些影响 让这些大道颤动了 所以吸收了王若兵的生命力 来修补这一切 王若兵 是一枚种子 可以成熟的种子 等到万道成熟了 有人会来收走这颗种子 大猫 皇者也许参与了 这气血已到 有人暗中操控 其他的道也许也有 剿灭初武 那是因为初武之道 不走本源 也许就是因为如此 才要剿灭初武 而仙缘 仙缘可能就是一个终端的控制器 是其中的中枢系统 当日 有人让我有能力的时候 劈那仙缘一刀 今日的我 未必有机会了 你告诉老张 他有能力了 去劈那仙缘一刀 骗子 不会死的 仙缘眼红红的 迅速破空 寻找突破的方向 干嘛 想哭了 别哭 还有 王若兵一定要控制好了 机会合适的话 也许有大用 破了这局 大破自己的道 直接从他的道破门 方平笑容满面 有机会的 诸神使有机会做到的 诸神使可以驻甲道 若是能关通 王若兵本源 镇天王 也许有机会 打破第三道虚门 不 他的门可能不在这儿 他还查精神力之门没打破 那道虚门不在这儿 这里是汽血之门的虚门 我怀疑 三界可能有三个人 是和王若兵一样的情况 加上王若兵 是四个 破七的武者 找到他们四个 都有希望破八 不但是破八 找到了自己 三交之门的对应的人 也许可以直接 破碎三道虚门 当然 那也很危险 那时候 也许就意味着你成熟了 会被收割 但是也未必 不下了这么大的局 可能是为了收割整体 而不是个别人 所以 个别人破八 未必会发生什么 如今破八的不少 却是依旧没被收割 也许 他们还在等待机会 方平身影 越来越虚幻了 却是依旧沉着 当然 哪怕破八 哪怕碎了三道虚门 也未必可以摆脱掌控 大猫 你的道 我的道 那才是躲过这一算计的正道 有机会的话 可以让人尝试一下 至于初五的道 也许没人算计 也许 也有人在算计他们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记住了吗 哪怕是林华 他作为皇者 当年参与了这一切 要说他完全不知道 我是不信的 当然 不排除一些皇者联手 暗中操控 可能有个别人不知道 自己多点心眼 骗子 别说了 藏猫回头 看着方平溃散的 越来越严重的形体 有些悲伤 忽然朝前面的巨大门户冲去 一次又一次 爪子抓着门户 抓出了一道道火光 别 别闹出太大的动静 小心被人注意到 自己找个地方藏好了 方平呵斥了一声 继续道 认真听我说 我死后 我肉身还在 本源世界也没那么容易崩溃 那些圣人令和天王印 你想办法进入本源世界拿走 苍猫忽然痛哭起来 他不想骗子死 可现在走不了了 有门 堵住了路 哭什么 没用的猫 就知道吃 三街的绝 我已经看透了大半 然而还有一些我无法追溯 包括我自己的问题 老王几人转世 也许是当年没同意这个计划 也许 也许他们就是 我们要找的另外三人 藏猫没心思关注这些 方平低沉道 我不排除他们自己将自己转世当种子的可能 大猫 将我的话转达到位 他们也许和王若冰是一样的情况 若是如此 那精神之门 可能就在老姚那边 镇天王可以去尝试一下 可能性还是有的 破碎了三道虚门的镇天王 也许有机会打破这局 明 骗子 我们可以离开的 机会还是有的 你去气血之门那边 上次被我打破了一个口子 也许还没修不好 但是 现在人王可能在那作战 所以也未必有机会 但是 你可以多藏一点时间 我一死 三界必定有乱子发生 黄症 也许会被吸引注意力 那时候 你就可以逃离此地 自己把握时机 本猫不走 要走 带你一起走 我拦得到一只猫 舍命救我吗 我这辈子不亏 那把现在死了 其实也值得 也划算了 死了也许更好 太累了 我这永远比死了要难受 这样的局 我有些绝望 草猫 你可明白 当你破碎了一个又一个阴谋的时候 你发现你所破碎的阴谋 其实只是别人让你去破碎的 你最终还是难逃魔掌 是何等的累 方平有些悲哀 是的 三界就是一盘大棋 每一次当他以为打破了阴谋 打破了棋盘的时候 他都发现 自己错了 三界始终都在局中 三界的道 也许从万年前就变了 不再是新年的道了 今时今日 所有人都在那些人掌控之中 那些人当他们是果子 等待他们成熟 之前 皇者露面 人皇被击败 也许也是一个局 一个让三界安心的局 一直隐藏在暗中的皇者 让三界强者担心 当皇者出现了 被击败了 发现不过如此的时候 也许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人皇是真的被方平算计了 还是顺水推舟 这一刻方平已经无法去判断真伪 三界的转世身 都有可能是其中一环 方平惨笑一声 这世界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自己还能信任谁 而自己又是谁落的棋子 老张还在局中 没有破局 方平眼中微动 迅速道 李老头 记住 他可能无意中破局了 怎么其他人都在局中 他也许不在 这局 未必没人发现端倪 风当年输了司徒 也许就是为了在破局而努力 摩帝当年去过天坟 绝望而回 也许也是发现了这局 死的时候他解脱了 今日 忽然觉得 我和摩帝很像 有摆脱这囚龙的解脱 也有遗憾 他有遗憾 遗憾很多 可他也有破了这 囚龙的解脱感 三界 也许从八千年前 早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走得到 也许都是假道 本源可能早就被人控制了 何等的可怕 他们想着破八破九 打破一切 可一旦到了那一日 发现一切都是虚妄 方平难以想象 那一刻的绝望有多深 王若冰这边忽然出事 恐怕也是意外之中的事 气血之门被破 这一点大概谁也没想到 又或者 有人想到了 仁皇 方平再次想到了仁皇 低声笑道 一位坐镇气血之门的皇者 一位暗中不拘王若冰的强者 是一个人吗 还是神皇和仁皇分开了 气血之门被破 真的是意外 仁皇动用了气血之门 难道真的只是没办法的举动 气血之门当日出现 给我们带来了任何危险吗 没有 慌者 心也未必是奇的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其实也可以理解 也许他也在布局 在打破一些人的谋划 仁皇记下了他的话 却是没回应 迅速朝气血之门那边飞去 跑了三方他都没感应到气血之力 那这三边 恐怕都不是气血之门 最后一方也许就是 门户真的不止三道 而是四道 方平没再管这些 气筒此刻还能用 方平也不想就这么轻易死了 不断消耗财富值 化为本元气 哪怕溃散速度极快 方平此刻也勉强维持住了 财富值疯狂消耗 方平确实不在乎这些 一边自己消耗 方平一边给苍茅提供 笑道 纯帽 你之前一直说我是大盗 盗了别人的本元气不灭物质 你既然这么说 肯定是知道一些的 告诉我 你到底感应到了谁的气息 喵 我都快死了 你还不愿意说 苍茅惨叫一声 无辜道 真的不记得了 就是有些熟悉 小时候的一些事 我不记得了 小时候 方平忽然有些明误了 也许 方平笑了笑 明白了 不记得就算了 不用去想了 此刻 前方 一道通天彻地的门户呈现 四面真的都有门 不 已经是墙了 围墙 王若冰的本元在围墙中 那 这围墙中 真的只有王若冰的本元吗 宇宙星空很大 方平和苍茅也没有心思搜索 若是方平判断是对的 这片星空中 也许 还有其他三人的本元世界 好 是 好